優柯優柯 可以玩悟空嗎? 我最近想練他 HELLO 大家好 我是劉柯 這一場是悟空的實戰解說 裝備以及奧義在左下角 那我們在影片開始之前 可以幫我影片點一個大大的喜歡 不妨可以按下你的小訂閱 以及順手打開小鈴鐺喔 那我們影片就正式開始 首先先介紹我們的出裝以及奧義 既然是悟空打野 當然是出紅色打野刀囉 那我個人的話是會直接把紅色打野刀升到三階 而不是什麼升到兩階就卡住不動 因為畢竟悟空搭配了紅色打野刀 可以說是非常OP啊 借出鞋子、聖劍、破陣、全能、還有颶風雙刀 這邊可能會問我說 為什麼最後面要出颶風雙刀 這一點我們等一下再講 我們先看一下這邊的小碰撞 在這邊因為我們是一個二打三喔 所以我只能往前不斷的敲啊敲 有點小小可憐 這邊走進草叢 那這邊比較可惜一點就是 我沒有按到寒冰制裁 不然那個納克羅斯人頭應該就非我莫屬囉 在一個復活之後呢 我們再來看到中路的小碰撞 先一個二技能 一個普攻 再一個大招普攻 接著不斷的敲 我的悟空設定是目標絕對值最低喔 那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技能方面我是主點二技能 因為他的冷卻值非常的短 所以CP值來說也非常高 那接著我會說為什麼最後一件要彌補 補上一個那個颶風雙刀 那原因是要補充一下我們悟空的暴擊機率啊 因為我想說在後期啊 悟空基本上都是靠暴擊傷害 去打出他一套的爆發 我們進場呢可以直接給人家三棒 所以我會希望說這三棒裡面 通通都暴擊 因為暴擊傷害是原本的傷害兩倍之高 所以才有辦法達成我們後期兩棒就直接秒殺 這邊先稍微蹲一下槽 往前一敲 先帶走對方納克羅斯之後呢 一個二技能 追一下對方的菲尼克 恩OK 非常的不錯 再把對方的野區全部都收光 接著看到紅色奧義部分 依然還是帶一個暴怒 因為我剛剛講過 我們悟空玩的是暴擊傷害 如果沒有暴擊的話 這個悟空等於是廢掉了悟空 有沒有跟我是一樣的想法 所以我真的是非常愛暴擊機率 那這邊雖然對方是兩個大坦克 但是一個悟空來說是非常OK的 我們再一個普攻 帶掉了諾克西 那這邊圖倫本來大招是開我的 但是我藉由隊友的身體 清純的霸退 直接去擋掉 這邊就辛苦隊友們啦 這邊馬上回補 補充一下我們的狀態 再來是講一下悟空到底該如何進場 我個人呢在蹲草的時候 我會先開一下二技能 因為二技能在開完之後 大概會有五秒鐘 五秒鐘內你再敲下去 都是會有那個額外的傷害的 二技能做一個進場 馬上接一個大招暈眩 再敲一棒 然後一技能的話 就是看你要不要去追擊 或者是逃跑使用 當然你也可以三棒全焦啦 因為大招現在按第二次之後 也會有這個增加移動速度啊 然後就是隱身的效果 還是非常不錯用 現在的悟空真的很op 你們看到最後面就會知道說 什麼真的叫做兩棒秒殺 這邊稍微蹲草下來 看有沒有機會可以打 這邊沒有任何機會 那就是稍微吃一下魔龍 有些人會認為說魔龍並不重要啊 魔龍才120塊為什麼要吃呢 因為魔龍是一個團隊的經濟 真的蠻重要 五個人就是600塊 第一棒敲下去是暴擊的 不過後續的棒呢 都完全沒有任何暴擊 導致說這個納克羅斯要跑啦 只要回頭敲一下這個圖倫 好在是對方納克羅斯最後是 被我們家的圖倫給收掉了 就還算是ok 所以這邊有看到吧 暴擊傷害跟沒有暴擊傷害 真的差非常多 所以我玩悟空 我寧可 棒棒暴擊 我也不要在那邊暴擊機率 可能只有20%好了 雖然他傷害可以一棒可能5-6000 但這麼高沒有屁用啊 因為你真的進場的時候 你人品很差的時候 他就是不給你暴擊 有什麼屁用 你真的是寧可棒棒暴擊 這邊一個進場沒有暴擊 在最後面 終於有一個暴擊 成功的帶掉了諾可西 其實我剛那個進場是非常危險 因為我只要兩棒都沒暴擊的話 我看那個諾可西不會死掉 反而是我直接命上在塔下 真的有點危險 所以暴擊真的很重要 結果往前敲 收掉了菲尼克 再稍微清一下對方野區 玩悟空呢 他沒有什麼太大訣竅 就是 你要去想辦法去抓對方的軟皮角 去單抓喔 然後接著就是 不斷地去農地圖上的資源 還有利用悟空的隱身 去搭配了更多的玩法 這邊稍微進場 稍微敲一下防禦塔 就加減敲這樣 這時候 跑到草叢裡面 稍微等待一下時機 看到一隻圖倫 馬上直接去追 那一隻圖倫 一個暴擊 暴擊傷害 2300 瞬間帶掉圖倫 那這邊我們嘗試要做一個叫做 24進場 因為我看到一隻菲尼克 所以等待一下 一技能的隱身冷卻時間 這邊一個進場 暴擊 2300 哇 哇 如果剛剛我按制裁那個菲尼克就死啦 這邊再做一個進場喔 朝著 這個奈克羅斯 哇又是殘血 又是差一個制裁傷害 這邊想要按制裁 已經來不及了 喔我真的是 我覺得我的一些失誤點喔 像我現在看自己的影片 就是知道 我就是制裁沒有按 所以這場我已經 損失三顆人頭了 真的 頗差頗差 我的制裁呢 看來要多多習慣去點人 恩 那這邊被塔打死 在一個復活之後 隊友居然發起了投降 而且呢 居然是有兩個人按同意喔 那我的話 當然是不按同意呀 這個投降我都不知道為什麼要投降 你叫我投降 怎麼可能 我剛剛敲零鳥居然有爆擊到3900的傷害 如果對方都是大男居多的話 我建議你在最後期可以把破陣換成天叢雲之刃 這樣子效果會比較好喔 不過這場對方有圖倫或菲尼克 應該還可以 我就不換了 注意到了菲尼克的位置 一個隱身進場 我敲一棒 再兩棒 剛好第一回合爆擊傷害是3000 所以菲尼克完全扛不住這個傷害 那在一個進場之後 幫助我們的 恰莉甲偷刀 吃土豆 不過這邊被諾可西推走 哇一個圖倫大招 直接死去 拜拜 真的頗硬啦 不過我們目標一樣 是抓後排 額 就是圖倫或者是菲尼克 因為對方就這兩個輸出 對 那這邊 就剩下一個圖倫要被三個人追擊嗎 圖倫不斷的再電 最後他是一個大招 收掉了 諾可西 這時候祖卡終於來支援了 再一個大招 成功再電掉對方的圖倫 哇這一波 有夠秀啊 這一個復活之後 嘗試的入一下對方的野區 OK的 那這邊稍微農一下 我個人的話 比較喜歡去入野 因為呢 悟空他有一個隱身 的一個優勢 所以入野呢 非常的棒 非常的棒 稍微吃一下 舒嬅 舒嬅我都 還是習慣叫他古龍啦 真的 把對方的紅區 全部都拿光 然後稍微蹲一下草 看到一個 納克羅斯 一棒 兩棒 最後三棒帶掉 我剛是敲兩棒再一個普攻 所以對付納羅斯 悟空還是非常強 是吧 兩棒秒殺 棒棒都破千 一個進場想敲諾可西 但是攻擊範圍不夠 只好敲圖倫 再一個兩棒都暴擊啊 圖倫瞬間殘血 差一點點 那這邊是一個殘血 就稍微 好 打一下兵線 稍微退一下塔 一個進場 先敲掉防禦塔之後 一個一劍的隱身 往回頭敲 一棒兩棒帶走對方的圖倫 兩棒剛好都暴擊 這就是我說的 寧可棒棒暴擊 我也不要在那邊 好不容易暴擊 要對方的納克羅斯 這時候隊友居然又按下投降 依然還是兩個人按下的同意 我是不懂到底發生什麼事情啊 這邊敲一下主塔之後 馬上拉出來 喔唷有嚇到喔 最後是三個人按同意啊 最後是把對方三塔都全爆囉 這邊 稍微在一個濃一下之後 吃下了 那個生命魔龍 一個進場 暴擊 暴擊 兩棒再次的帶掉 對方的菲尼克 其實我一棒菲尼克就只剩下四分之一的血量 有吧 所以悟空他其實在後期 非常的強 因為他一棒暴擊就是3000 基本上像林地打野啊 或者是 巴巴巴巴打野 都完全承受不住 這邊就是要殺人就對了 這邊根本不想打主堡喔 我只想殺人 而且我身上還有一個黑暗之刺 這個漁人頗硬啊 我切奧 再切奧 最後呢 漁人是被古墓給帶走了 那這場就是 悟空的實戰解說囉 基本上啊 悟空 我覺得一棒暴擊3000 就非常夠力 因為兩棒或三棒 就可以帶掉一隻軟皮角 當然悟空他的重點還是你的進場時機 你要怎麼去抓人 單抓然後利用你的隱身去拿到更多優勢 這就都是玩悟空的一個小小的訣竅 記得幫我影片點一個大大喜歡 那麼我就下部影片見囉 掰掰